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又估计怕把它放错了位置 不但不能把运势往好的方向带 还会影响气韵向下跌落 一般在摆放它的时候要注意三点禁忌 一 寄放一株 在家里养殖吊篮的时候 有个关键点是很需要注意的 就是在家里养殖吊篮 要放两株或以上 因为放一颗吊篮会将家里的运势困死 被困住了就没有上升的气韵 就可能导致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二 不能缺水 在家里养殖吊篮的时候 因为它是向下生长的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吊在家里养殖的 这时候估计很多人都会不知道 吊篮是不能缺水的 即使是吊在空中的 也需要吊在有水的地方 因为吊篮没有水养护 就会影响家里的运势走下坡路 会影响家里形成气衰的运势 这样居住的人都会被牵连住 会运势不佳 三 寄放办公室 吊篮的生长趋势就是向下生长的 在吊篮风水摆放禁忌里 需要很注意的一点就是 不能放它在办公室 因为它会影响事业运走下坡路 在办公室放它 会让人觉得做事没精神 会很颓废 严重影响事业的上升走向 二 吊篮的风水摆放及作用 一 放厨房 力健康 将吊篮放在厨房 这样油烟气息比较重的地方 是很合适的 因为它不但能够吸收厨房里的烟火气 而且放在厨房 能将厨房的气息带活 厨房的气流使流动的话 也能使家里人的健康运 一直保持平顺 二 放客厅 力彩运 将吊篮放在客厅 能够有利于家里的气运得到提升 因为吊篮能够给家里带来正能量 也就是阳气 这样的阳气聚集多了 就可以影响家里的气运得到提升 最明显的提升就是能够旺财运的效果 三 放卧室 是家庭和睦 卧室是家里人们待的时间最长的区域 在这里人们一般都是需要宁静舒适的环境 而在这个环境里养殖吊篮的话 能够起到家庭和睦的效用 让家里的气处于一种温和的状态 这样就能够改善居住人间的关系 能够让关系达到更融洽的效果 四 朝北房间增加气场 家里朝北的房间一般都是家里阴气有点重的 因为它备阳 所以在这个环境里养殖吊篮是很合适的 因为吊篮能够很好地将这里的阴气聚集 而且可以慢慢地消解掉 这样这里的阴气少了 就能够吸收到更多的阳气 增加这里的正能量气场 进而影响家里的运势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三 吊篮的作用 一 望式解煞 吊篮是一种四季长绿的植物 摆在家中不仅仅能够望式解煞 还可以为家里面带来无限的生机 所以吊篮放客厅里其实对风水很好 还可以增加客厅的正能量 客厅又是家中聚集人气之地 摆上一盆吊篮 还可以为家中带来清脆的绿影 让人有安神解乏 消除疲惫的功效 二 增强气韵财运 很多人并不知道 吊篮放客厅风水好吗 只是将其放在阳台上面 其实吊篮是可以增强 家里人的财运和气韵的 客厅明亮而且属精 本来就是十分适合 放上属精和属土的植物盆栽 而吊篮就是这样类型的植物 可以增加家人的财运 还可以改善家人的健康 对呼吸道疾病 还有肺脾病的人也很好 三 美化居室 吊篮是最为传统的 居室锤挂植物之一 叶片细长柔软 叶叶中抽生出小植株 由盆盐向下垂 舒展散垂 似花朵 似记长绿 夏季会开小白花 花蕊橙黄色 是用来美化居室的最好绿植品种之一 四 清新空气 吊篮的清新空气功效还是很明显的 能在微弱的光线下进行光合作用 吸收室内80%以上的有害气体 吸收甲醛的能力超强 一般房间里养一到两盆的吊篮 空气中有毒气体即可吸收殆尽 一盆吊篮在8到10平米的房间内 就相当于一个空气净化器 它可在24小时内杀死房间里80%的有害物质 吸收掉86%的甲醛 能将火炉 电剂 塑料制品 散发的一氧化碳 过氧化氮吸收殆尽 还能够分解本 吸收香烟烟雾中的尼古丁等比较稳定的有害物质 故吊篮又有绿色净化器之美称 五 改善风水 吊篮的摆设在家居风水布局上也有一定的意义 根据家居的风水布局来进行摆设 以添加正能量场 增强家人运势和财气 且对家人的呼吸道肺和脾的安康有利 六 药用价值 吊篮的根和泉草可入药 具有化痰止咳 散于消肿 清热解毒 助痰热咳嗽 跌打损伤 骨折 臃肿 痴疮 烧伤 用于小而高热 肺热咳嗽 吐血 跌打肿痛等功效 四 吊篮如何养殖 一 光照 吊篮喜半阴环境 对光照敏感 春 秋季应该避开强烈阳光直晒 夏季阳光特别强烈 只能早晚见些斜射光照 白天需要遮去阳光的50%到70% 在冬季 由于阳光不强烈 可以让吊篮适当接受一些直射阳光 二 温度 吊篮的最适生长温度为15到25摄氏度 在广东 春 夏 秋三个季节的温度 都适宜吊篮的生长 但是如果冬季温度低于5到7摄氏度时 就要注意防寒保暖 三 浇水 吊篮洗湿润环境 要经常保持盆土湿润 夏季浇水要充足 中午前后即傍晚 还阴往枝叶上喷水 以防夜干枯 在冬季就棉漆 待盆土表面约一厘米深处干后 才可进行再次浇水 如果泥土太干 会导致叶从暂时退色 再次浇水后才可恢复原色 而叶尖则可能永久地变成棕褐色 因而大大降低观赏价值 吊篮也喜欢较高的空气湿度 所以在下秋季干燥的时候 要通过喷神等措施 来增加蜘蛛周围的空气湿度 否则叶片顶端或者边缘 也可能出现枯胶 4.施肥 吊篮是较耐肥的官叶植物 若肥水不足 容易焦头衰老 叶片发黄 失去观赏价值 对已开始长出小植株的吊篮 每半个月可以施一次 以蛋为主的追肥 5.换土换盆 吊篮是一用轻松 肥沃的杀质壮土 盆吊吊篮在管理上 为求今夜茂盛 在每年的三月份 应换土换盆一次 6.繁殖 吊篮一般用分株 或者随时捡取 花亭上带气生根的 幼株直接栽种 浇水太多容易引起烂根 过于干燥 枝叶又会变黄 盆土要求渐干渐湿 并经常用出水细密的喷壶 向叶面喷洒清水 冬季入室过冬 要截至浇水 隔每隔七至十天 向叶面喷一次水 通过上面的介绍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吊篮的风水摆放近几 以及吊篮放哪里风水好 希望大家都能将吊篮 摆放在适宜的位置 发挥它的风水作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